不要亂识,可以送到admundpoot0202 at icloud.com 或者可以直接在我的facebook上去PM留言 真的,未来的电话就是这个个案,是不是? 不是啊? 哦 你完全不知道吗? 那子宇,麻烦你,你机票也不如不要买了 你留在大嶼山算吧,什么都不记得的 好了,我们先听听这个电话吧 一会儿那个案子,我觉得是值60元 有得10元,我可以告诉大家 好了,我们收费时段就会听得到 来吧,我们先听听这个电话 喂,Hello 喂? 咦,怎样? 又出现了没有? 哦,又走开了,还是怎样呢? 请问 OK了,现在这位是哪位? 其实是 Joey 咦? Joey是不是那个? 60元 60元 Joey就是她,60元那个 是啊,什么60元 是啊,没什么 好了,你这个个案不是很灵异 但是大家应该都会听一下 因为原来呢,也有很多人发生过 是啊 挺有趣的 是吧? 是啊 好,请你说一下发生什么事 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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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在家里 其实的士到家里 楼下 一闪到的士门 走两步 然后有个男人冲过来 他说 不好意思啊 两位,你们知不知道哪里有便利店 或者有得买物的地方 然后我们两个呆了 买什么? 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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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就住 石杰尾附近 其实是没有什么超级市场 或者 没有超级市场 或者买物的地方 我们就说 你一去深水报警 有没有 有一家U-Curl 24小时 可能有物给你买 然后那个男人 他迟了一下 然后他就说 不好意思啊 因为我做救护员 我的救护车 他正在来 我怕我没有时间买物 会不会你们现在身上没有物 可以给我 然后我那一刻就是 救护员 他说要去救人 我自己就觉得 那么奇怪 但是又觉得好像很需要 但是我自己就是 就是穿人字拖 所以不会有物给他 但是我男朋友 他就穿西蟹 就有一对黑色的物 穿着 然后他就 然后我们就说 但我们身上没有物 然后那个男人就说 我真的很趕着要的 因为我刚才 他开始解释 就说 我刚才打麻将 打得很晚 忘记了时间 现在我讲时间 隔隔会车来的 我没有穿物 开不了工 然后他就 开始就 看着我男朋友的鞋 他就说 师傅你介不介意 可以 买你对物给我 然后我就 我说 我自己就是 咦 都可以 可以给他 但我男朋友就不想 因为他觉得很奇怪 还有觉得太突压了 有什么理由 三更半夜 突然间有男人冲过来 然后 但是他就 我男朋友就说 但好像不是那么好 我穿了整天 够汗有成 然后那个男人就开始拿钱出来 大概有两三张金牛 金牛 金牛 是的 金牛 他拿了几张金牛出来 喂 买吧 大哥 我自己 我的男朋友 就是多少钱也不想买 因为他不想当街当巷 脫襪子是否脫底褲 很貼身的 趕著救人 我們倆是一起按住他的錢 不要拿錢出來 我見他這麼有誠意 有個急的樣子 又不停地看著馬路 我以為他要趕著救人 或者怕沒有一堆物質會被人解僱 因為他說救活員要穿黑色的物質 一定是黑色的物質 沒有事情不能上班 要檢查密 我們說不用了 你穿著你的褲子遮住 當然會掀起來檢查 然後我跟男朋友說 你脫吧 你現在馬上脫給他 然後我男朋友很不肯 但是我的半威 他真的脫了 他脫了之後就給我 還要濕的 有汗 又濕又濕 然後就給男人 好像不是那麼好 不是那麼好 然後我故意拿紙袋包著對墨 給了男人 然後男人拿完之後 麻煩你了 然後就走了 所以他很興奮地走了 是不是 他不是的 他沒有興奮 他整件事是假裝得很緊張 好像很急 很趕 對 很趕 然後他就走了 然後 然後男朋友沒有穿 對墨穿是新買的 然後我們後來上樓 其實是三個字的時間 是 三點多 然後我們就覺得 嗯 想起來很奇怪 他們說很奇怪 有什麼理由救護員 其實不是應該在醫院那裡 鎖架那些 對 對 那些的嘛 那不會有輛救護車來接他 他會跳上去的 那我就想 哎呀是呀 死了 然後我就很害怕 然後原來也沒有任何救護車聲 或者沒有救護車經過 哈哈 然後我就上網找 那我又可以怎樣 又沒有人 就立即上網找 我就打了救護員 然後打了黑物 黑色那些物 然後就有幾個報告 連燈或高燈都有人試過 但是在其他地方 哦 很害怕 我現在說到震 然後呢 他們就說是一模一樣 我看到那些 咪哨是一模一樣 然後就說 就說可能是 一有兩個可能性 就是他是變態的 戀物的 是啊 然後第二 就是可能他拿你的物 來錄鋼頭 或者是轉運那些東西 然後我就看到這個 我就很害怕 我就當我這麼糟糕 明明是男朋友 我又不想 是我自己死蠢 然後就逼他給他 給別人 那如果真的 有事 如果他拿這些東西 來轉運 那我就覺得 非常過意不去 但是 都拿了 那我男朋友 那有什麼計 他都拿了 我只可以相信他是變態 但是誰知道 有很多後著的事情發生 是不是 我不知道 我是 都算是後著的 但是他 其實很記得 因為那天上班 然後是12月大概 6日至9日 嗯 大概是一個多月前 然後呢 然後呢 之後就 很倒楣 叫做 之後那幾個月 都是很倒楣 一直找不到工作 或者 住了很久的 差不多七年 然後就說 不租給他 然後要去 半週 但是沒有原因 他說要來裝修 嗯 然後又開始 病 然後 開台感冒 然後就是 腸胃炎 有一次就是 吃宵夜 十三 四個人在那裡吃宵夜 只有我們兩個中招 就是回到家 又餓又餓 我整天 嗯 好啦 還有的 然後就 不舒服 然後有一次 他說他 心口痛 然後我看到他心口痛 你又心口痛 很害怕 然後就整件事想起來 是很不對 那個月裡面 我們覺得是很黑仔 嗯 然後就 他說心口痛 之後我就立刻 從中一聽到現在 然後我就覺得 會不會跟那些事有關 然後就 上網找Sandy師傅 然後找到電話 就問這樣 嗯 問了是有的 有的 有什麼先 原來是怎樣 就是跟那個人 有沒有關係 那個人來的 沒有關係 沒有的 沒有的 對 他真的有東西跟 是 但是跟拿物這個人 沒有關係 那有沒有說真的 叫做拿他運 那這些沒有問 對 純粹是看到他有靈體跟 但是跟這個人拿他的物 那個關係性沒有看得出 就是 就是 高靈人士去看 就沒有問他 沒有問他這問題 OK 這樣 那你現在這件事 其實你想告訴大家 你很懷疑 這個人 沒錯 是嗎 原來有其他人 都類似這樣的情況發生過 是啊 是啊 嗯 然後我隔了一段時間 我就覺得 啊 怎麼都是心狂狂 然後上網打 就是IG自己打 然後原來 有些朋友 都試過 有兩個都試過 那我就覺得 唉 大家不要這麼蠢 無論是不是 就算他是不是 拿你的東西都好 你都不 要分析一下 如果他真的買 拿你的頭髮指甲 是 是 襪啊 底褲 拿來下降頭 或者穿其他東西 都 一眼都無謂 所以他是 說真的 拿運 你當然是拿一個 你知道那個人是好運 那個人要運 說真的 那無端端在街上 鬼知道你可不可以運 是不是 或者你比我壞呢 我幹嘛拿你的紋 我覺得這個 又不知道合不合理 他沒有理由 無端端運一個 不認識的人 是不是 我拿到李先生 是不是 如果要做 說真的 對不對 可能我偏向 這個人都是一些 古怪人 就是 可能是 戀蜜狂 那些 或者 或者可能 他真的很誇張 他拿了幾千元出來 有金牛 這樣搭一搭 這樣拿出來 其實呢 我可能 我問一下ViuTV 其實不是在拍攝嗎 哈哈 拍了還沒出門 還沒出門 對呀 還沒出門 可能三個月後 你就會看到這個節目 在做這個節目 哈哈 哈哈 可能是這樣的 告訴你 你不用怕了 知道嗎 這樣吧 好啦 但無論如何 就有一點警惕 這些事情 對不對 OK 好啦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拜拜 我今天也看到一個朋友 我們節目 曾經說 一些南亞裔人士 突然想來 看什麼風水 看你什麼 什麼 他說 他今天跟我說 對啊 有個親戚的店 都是有這些 在元朗 還是荃灣 他說 其實也真的有的 這個也要 警惕一下自己 小心一點 不要打算有點便宜 別人說兩句 很準 什麼都要告訴別人 好 今晚 警訊在線 到此完畢 好了 回來今晚 我們的嘉賓 陳小姐 買咪 買咪 你還有其他事件嗎 有的 是的 先說一件 哪件好 你喜歡 你喜歡 又不是 一定 要你說哪件 你喜歡 你喜歡 隨心吧 其實說一下我家 好 我很多時候 有些 因為我爸爸媽媽都過了身 嗯 有一件事 很有趣 就是 有一晚我突然間 夢見我爸爸 是 他跟我說 他被人打爛了 他的身主牌 即那個位 那位 那個位 就在我哥哥家 嗯 我翌日就打電話 問我哥 嗯 我哥就死口不認 就說沒有 沒有這樣的事 然後 我說真的沒有 他說 誰告訴你 我說沒有 我夢見 就像我爸爸這樣說 嗯 然後他 堅持說沒有 但是過了兩天 他就自己打電話給我 就跟我說 是他兒子不小心 掉了 真的嗎 對 在神台櫃子 整整掉了 就 真的難了 嗯 他問我怎麼辦 唉 真是網恢恢賴 那怎麼辦 就是做那個 對 就是叫他做那個 是 是 其實很好笑 我也不知道 嗯 很多先人都找他報夢 哦 因為你最容易頻道到他們 不知道 有一宗也是很有趣的 就是我 小時候在那條村裡住 嗯 有一個嬸嬸 是從小看到我長大 其實我搬來那條村裡十幾年 十幾年了 嗯 我也沒有回去很久 嗯 突然間 有一晚我發夢見到他 那 就在他自己的 原有住的地方 然後他就 我見到他很不開心 我就問他 做什麼 這麼不開心 他就回答我 他說我不想搬走 嗯 那我說不想搬走 那他說他女兒 想埋了那裡 嗯 那我也不以為意 有一次跟我家人吃飯 因為我家裡還有個姐姐在那裡住 嗯 我就問他 我說咦 旁邊的姐姐是否搬走 他就說 沒有聽到 應該不是 這樣 那 我又算了 任由他 但是我姐姐又見到他 然後真的問了他 他才告訴我姐姐 他說 是呀 我已經下了訂 去買另外一個地方 打算賣了那裡去 嗯 接著我姐姐就跟他說 我妹妹見到你媽媽 他說他不想搬走 接著他就 真的沒有 到現在他都沒有賣到那裡 哦 是呀 因為不對不信 是呀 你不會知道 是呀 因為我沒有去到那裡很久了 其實我見過他幾次 就是佛夢裡見過他幾次 有一次就很好笑的 嗯 他就 我見到他在家裡看著他 女兒和他兒子和他媳婦 走出門口 他就很不開心 我又走去問他 我說咦 你做什麼呀 又問他 他就說 我那個疾女 我不知道疾女還是兒生女 結婚 有嫁女餅又不讓我吃 又不讓我去喝 這次我就不透過我姐姐了 因為我覺得上一次很像 很真實 所有都中了 我自己直接打電話給他 問他 我說你家裡是不是有親人結婚 結婚 他說是呀 你怎麼知道 然後我又告訴他 你媽媽跟我說 你又不讓她吃咖哩餅 他說是呀 真的有咖哩餅 你下次真的有些親人 再有些事情發生 你就放在神台上 放半天也好 放幾個小時也好 你才拿來吃 就是這樣 嘩 真的賺到你了 是啊 你想想想他哥哥兒子 扔了神主牌 沒人知道 其實他不是扔的 他是沒有生物 是 是 天生有這種能力 其實我不懂得分 是 日光白白 有時看見他 不知道他是 人靈 你也很高齡 原來是 其實我 你日光白白都看見他 是高的 但是我又不是一整天看見 就是偶然 某些不知道有什麼原因 想讓你見到的時候 是啊 可能7點多 我無緣無故上班 經過我又看到他 是嗎 一會兒你可以說一個事情 就是 有人說在元朗 某個商場 廣場 也不是廣場 廣場 有停車場 我們有人打過來說過那件事 其實他應該是想來說 你的聽眾 好 我不太記得 但我大約知道的地方 待會可以找到位置給大家看 原來你也看到那裡是有東西的 還有同一個靈體嗎 我看到是男人 因為我不認識那個人 我只知道那裡之前發生的意外 但我沒有留意過新聞是怎樣的樣子 我不會很清晰看到他的樣子 好 待會再回應一下這件事 回來之後 今晚會有周暑街街過出現 有一個經歷或個案 又不是很靈異 但有一個地方 我最近聽到回來 說那裡的符記 非常靈驗 因為快要過年了 大家可能都會去辦廟 找一些地方去求神 一會兒我會找解國說一個地方 因為我日前跟一些道長吃飯 竟然提到在大埔 就是有一間草堂 裡面的符記很靈異 待會兒解過一會兒跟我們分享一下這件事 也歡迎你電話 98844989 待會兒見 潘小松 恐怖在線 你也是 公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